听别人说 松林里好像有一个僵尸宝库 像我这种僵尸迷 肯定不能做过 快看 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两个僵尸守护的大门 里面肯定有我想要的东西呢 宝贝们 我来喽 我去过去 为什么打我 不要过来啊 有那两个僵尸守着 看来活人是进不去那个平衡了 这可怎么办 我有办法了 像这种垃圾桶里 肯定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没错 就是腐肉 你们吃着吧 嘿嘿 我变成僵尸宝库了 这下他们总不会拦我了吧 再去试一下 那傻老哥 我应该能进去吧 嘿嘿 谢谢了哈 我去 将是国王 原来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哦 看来他之前在这里 关了不少人呢 好高的宝箱啊 哎 那个雕名 给我离宝箱远点 真小气啊 我总还不行吗 厉害的 看来有那个国王在 我是动不了手了 好呢 可又有办法了 等晚上再行动吧 嗯 一般来说 僵尸是不用睡觉的 但是僵尸国王不一样 他们已经进化的跟人差不多 快看 这小子是一个老乡了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脚一抖 宝箱不就到手了吗 拜拜了 宁丽 早上好啊 不能 宝箱呢 我的宝箱怎么不见了 我 该死了 一定是昨天那个雕名干的 我得去村子里找一下 不行 他不在村口 这么村子我都找过了 根本找不到我的宝箱了 那可是我的全部基石 像我这么稳健的人 是不会自己开宝箱的 在这里建一个告示台 把这个宝箱拍卖出去吧 呜 家里的花又死了 请送给你再摘几桌吧 过去 好高的宝箱了 这又是在进行败卖嘛 嘿嘿 趁着没人休假 我得赶紧把它拿下呢 回家拿点招票过来吧 虽然我这五块钱 但是那个宝箱没有必要抵价 要是能就这样买下它 那我就赚翻了呢 来老哥 这个宝箱我出家一块买了 什么 一块钱就想买到 不卖 不是啦 一块钱不够嘛 不 看来是我想多了 嘿 你不不 是地图 你有什么事吗 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之前我不是借了你点钞票吗 现在还给你 哎呦 我都给你忘了 这个钱可来的真几时 哈哈哈 既然这样 那我就把我的外债全部讨回来吧 国王国王 赶紧出来啊 哈哈哈 哦 不吧 你有事吗 那啥 你还记得我之前帮你出的早餐钱吗 哦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准备还你呦 哎 这不就越来越多了嘛 赶紧去买宝箱吧 哈哈哈 来老板 我出十块 买你这个宝箱 哈哈哈 就这么点 干啥叫花子呢 赶紧滚 哈哈哈 不是吧 十块还不动 你小子也太贪了吧 喂 等等 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来着 对了 看宝器 用它去寻宝破破运气吧 哟 啊 这里好像有反应了 宝箱应该在这个树下面 哦 哎呦 真的有一个 呃 这都是些啥玩意儿 还得接着着 哦 又来反应了 在这个沙滩下面 哈哈哈 赶紧挖开 希望这个不是破烂 好 满满一箱子的钞票 这下肯定够了呢 我终于可以买宝箱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老板 我出一百块买你的箱子 嗯 一百块 不行 还少了点 啊 啥子 这都是你逼我了 我今天就要用钱砸死你 哈哈哈 哇哦 够了 这个宝箱是你的了 嘿嘿 得亏我的烧烤锅呢 好了 赶紧来看看宝箱里都有啥宝味吧 哈哈哈 哈哈哈 虎肉 虎肉 你压得没动我吧 我这边的钞票 就买了一箱子虎肉 啊 我去 哦 我上当了 还我钞票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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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